大家好 今天大家来看一种一级保护植物 是一种冰微物种 中华水酒 在我们地旁边以前有很多的 今天我来看一下到底还有没有 它一般是长在这种比较阴凉 然后有水的地方 我在这里仔细找了一下没有找到 这个地方应该是没有了 现在气候变化的原因吧 越来越少 等一下我要去大山里面找一下 我家的菜类里那里没有找到 那这样估计已经没有了 所以我现在去山里面去找一下 找那种找着地应该可以找到 这个山里面这里有一条小溪 这水还蛮干净的 然后有好多那种小层 它被我吓到躲在这个水里 还是有伪装起来 这个地方很多水 可能这个地方有 我找一下 那一盆好像是 对这个就是中华水酒 终于被我找到了 这个就是中华水酒 我找了好多个地方才找到它 它是属于国家一级保护植物 现在已经是冰林灭绝了 这颗蛮大的 那里也有 这里还有几个小的 这个中华水酒 这个中华水酒 它是和那个恐龙是一个时期的 有亿万年了 恐龙已经灭绝了 它这个还是依然存在 有很高的科研价值 这一颗是小的 还有这一颗 这个中华水酒 它是长在那种比较阴凉 然后有水的地方 所以大家看一下 这个在水里面的 它长得比较大 中华水酒这个叶子是三角形的 有很多草和它比较相似 发现好多那种吧 你看看 上面有一只 这有一只 这边上这个就是中华水酒 这个中华水酒它是可以长在这个水里的 而且长得蛮好的 刚刚就是它边上有一只蛙 发现一颗野生的香菇 这有一棵树翻下来了 刚好架到这个水上面 坐在上面的话感觉蛮好玩的 坐在这里感觉蛮惬意的 可惜这里没有余调 中华水酒它不能直接食用 所以一般很少有人去采摘它 可能是因为这个气候变化吧 现在中华水酒已经越来越少了 所以也呼吁大家保护我们的环境 热爱我们的大自然 所以这个是因为 它是因为 腌着它 所以这个是一个 是这样的 感觉 我们的感觉